由于疫情升温 国内快筛世纪需求大增 装留情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购买家用快筛世纪实名制上路首日 每次可凭健保卡或支流证买一盒五入 共新台币500元 无年龄限制 比照口罩实名制 以身份证字号尾数双单号分流 疫情升温快筛世纪需求大幅增加之外 28号进行实名制购买快筛剂 每个人限购五剂 但偏远地区医疗量能备受关注 尤其部落没有药局 要买到家用快筛剂非常困难 如果有自主健康管理的 跟居家隔离的 尤其是居家隔离的 你们本来他就有提供了 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环林社区药师表示 民众购买一盒为五剂 能不能拆开零售 并且在购买前 能够先行准备好 五百元进行购买 并且以身份证尾数 进行购买人的分流 我说如果他只要买一个 他不要买五个 没有办法 所以一次只能买五个 便宜地区没有药局 买快筛世纪真的不容易 秀林香卫生所28号开卖快筛世纪 解决民众防疫困扰 主人喊 买快筛世纪很累 因为都买不到 只能配合防疫政策与病毒共存 要买快筛 昨天我老婆跑了一个下午的诊所 那个药局都买不到 政府这个政策与病毒共存真的很好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 我记者林杰综合